我代表香港革命地區政府 歡迎各位嘉賓來臨國慶祝禮 過去一年 國家秉持創新協調 綠色開放和做法的發展理念 無論在經濟 金融 社會 民生 科技 建設 以致文化 體用等各國 都取得火起的進展和職責 在國際間的影響力也都不斷提升 面對國家的發展和進步 作為中國人民的一開始 我們感到自貌和擁有意見 都是我們分析多特殊 和不可體的秘密 香港實現國家的影響 香港和香港共產黨 是無理的 處理 商業 盜援 港大開放 深刻意願意 香港國大入辭 積極參與中國的建設 既為國家貢獻力量 同時亦得於 內地高速發展大力的基準 經過香港人多年來的努力耕營 現在香港在內地擁有和營運的地業 建立大綱合 涵泰第一 第二 和第三產業 形成一個拓大的境外經濟體 在內地工作 或者經營而無的港人 都達三十萬人 不少香港打工仔用好了這個機率 成為老闆 不少的本力地業成為全國性的特地業 我們為香港人的成就 深入十萬人 和建立 香港在一國兩制抗議下 有相同優勢 我們有一國之力 亦都有兩制之力 利起外國的競爭對手 我們有一國的優勢 因為中國富裕過大 經濟發展發展快速 而國家亦都大力支持香港發展 以事項為例 提供